苹果日报在停干一年之后 现在传出苹果新闻网也一主了 官方在9号正式发出消息 现在已经卖给新东家 苹果大楼员工进进出出 对于交易案很低调 传闻公司以15亿元被联合收购 其中一位买主是他 潘杰贤新加坡人也是台湾女婿 曾经成立交友网站拍拖 2017年与艺人黄力成创立的 一期media合并 潘杰贤担任执行长 一度想要赴美国纽约挂牌上市 但功败垂成 他之后成立个人私募基金 投资区块链技术公司 也看好媒体 去年1月收购本土最大 Podcast平台SongOn 但资金背景引起关注 尽管苹果新闻网是港资在台分公司 但媒体经营权有外资并购 涉及国安问题 在负责人变更登记的时候 必须检释买方有无中资问题 程序上也得经过香港政府 以及台湾投审会同意 他所累积的庞大资料库 那如果变成是中国政府 有可能接触到的话 那会被拿来威胁台湾的政治人物 有无中资涉及还有带查明 但根据了解 目前苹果新闻网有300名员工 工会发声明 资方表示大部分的同仁可以移转到新东家 也就是会被留任 依照法规60天前宣告 对于公司交易案成立 苹果公会乐见其成 而苹果隶属的香港一传媒 成立以来历经多次更动 如今旗下台湾苹果新闻网易主 涉及国安包括资金来源 还有买家背景都得被一一解释 今新闻 我雅婷彭志华采访报道 temperatures 如果我注意就 אתה鳁 blink了 还是灭转 あと有点很精の nostalgia Myanmar